各位朋友大家好 先说一下网上热传的一个传闻 说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已经叛逃到美国去了 对这种爆炸性的新闻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真假的问题 一般来说中共的高级官员叛逃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这倒不是说中共的高级官员他们思想觉悟特别高 其实有不少那些高官确实他们也想叛逃 但是中国有一套非常厉害的或者说非常有效的那种监视高官的体制 让中共那些高官他们想叛逃也没办法叛逃 在中共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 他会给你配私人秘书 除此之外还会给你配专车的司机 配贴身的警卫员 级别更高的人还配有私人的保健医师 比如说现在人大家都很知道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隋 其实不只是毛泽东有私人保健医师 其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就是这级的官员也都有配有这个私人的保健医师 从一方面看好像中共的高官待遇特别好啊 那些安全保卫工作是特别的好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 这种最高级别的安全保卫 其实也是对这些中共高官他们个人自由的监控 因为这些中共高官的什么专车司机啊 贴身保卫员呢 并不是他们自己挑选或者他们自己聘用的亲信 而是由中央警卫部门给他们指派的 这些贴身警卫员专车司机都是一天二十四小时跟随 专车司机也要一天二十小时跟随啊 就是因为中共高层他们开会是不分什么昼夜 随时要开 可能半夜三更他就要来电话通知你叫你去开会 你就得马上坐专车出发 所以呢 专车司机也需要一天二个小时 就是二十四小时要跟随这些高官要随叫随到 也正因为中共高官这个贴身保卫员呢 专车司机并不是他们的亲信 所以这些人反而成了二十四小时 就在他们身边成了监视他的人 所以中共的高官想叛逃 就很难摆脱这些他身边二十四小时人 都跟着他的这些贴身警卫啊 专车的司机啊 所以他摆脱不了这些人 他就没有办法叛逃 那1971年林彪叛逃 那是一个极其例外的事情 除了林彪他进行过一个非常可以说 缜密的计划 之后来故意要放林彪走 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林彪事件就说来话长了 这里就不再多说 总而言之呢 中共的高官呢 其实他们都是二十四小时也是被监控的 他们想叛逃都叛逃不了 因此呢 关于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叛逃啊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不太可能的 即使他想叛逃也叛逃不了 我们转过来说 今天的正题 就是说我们看一条北京大外宣多维网的新闻 这条新闻说呢 刘鹤反常没有出面跟美国商务部长通话 但是多维网这个新闻的解读却是不正确的 他认为说是刘鹤不出面 是因为北京要对美国的外交降级 那为什么说多维网的这个新闻 他的解读不正确呢 因为我们看最近北京一直在求着和美国要改善关系 他们一直对美国喊话要主动求和 要和美国改善中美关系 那么在北京主动想要和美国改善中美关系的情况下 他就不可能对美国的外交降级嘛 如果北京主动对美国的外交降级 就意味着北京是不准备和美国改善关系了 那么这次为什么应该是刘鹤出面和美国商务部长的通话 刘鹤却没有出面呢 这应该就是北京终于接受了美国的要求 就是美国要求更换中美贸易谈判的中方牵头人刘鹤 这次呢北京算是终于答应了 在5月13号呢 当时美国华尔街日报就报道了 说是北京正在考虑是否更换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中方牵头人刘鹤 美国的报道特别强调一点 说是拜登政府的官员称呢 相关决定将表明中国对经济合作有多大的兴趣 也就是说呢 拜登政府已经把北京是不是要更换刘鹤 作为北京是不是有诚意进行新的中美贸易谈判的指标 如果是北京把中美贸易谈判的牵头人刘鹤给换掉的话 美国就认为北京有谈判的诚意 如果北京还是要派刘鹤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牵头人 美国就认为北京没有谈判的诚意 因为美国方面认为过去中美贸易谈判十分艰难 不停的反反复复 那么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这个中方的谈判牵头人刘鹤 所以拜登政府就认为 如果北京把这个谈判牵头人刘鹤给换掉的话 那就会让中美贸易谈判就会比较容易取得进展 但是北京却拒绝了拜登政府提出的 更换中方谈判牵头人刘鹤的要求 在5月27号刘鹤就以中美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身份 主动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进行通话 这就是表示说北京仍然要派刘鹤来担任中美贸易谈判的中方牵头人 几天之后6月2号 刘鹤还是以中美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身份 主动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通话 这也是表示北京仍然要派刘鹤来担任中美贸易谈判的中方牵头人 但是美国方面却拒绝接受刘鹤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中方牵头人 这件事情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 这里是简单回顾一下 当时媒体就注意到 美国政府在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和美国财政部长通话之后 美国方面也是发表了声明 但是美国方面的新闻稿中 只提刘鹤副总理的身份 他没有提刘鹤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身份 因为北京是特别强调 刘鹤他是以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身份和美方通话的 可是美国政府的两次声明当中 都不提刘鹤担任中美经济对话的中方牵头人 这个重要身份他不提 不是说漏掉了刘鹤这个重要的身份 而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5月27号时候 刘鹤是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通话 当时候北京他就是这个报道的新闻稿 特别是强调刘鹤他是担任了中美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 可是美方这个新闻稿是不提刘鹤这个中美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身份 在6月2号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通话的时候 北京的新闻稿也是特别强调刘鹤担任中美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 但是美方的新闻稿还是不提刘鹤这个中美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身份 美国的两次声明当中 他都不提刘鹤这个中美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身份 就是表示美国是拒绝刘鹤 就是美国拒绝刘鹤来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牵头人和美方进行谈判 如果北京不肯换人的话 美国就可能拒绝和北京重新开展中美贸易谈判 而且美国要求北京换人 这不是说没有先例 已经有先例了 据北京环球时报5月24号刊登 就是说有消息人士说 透露说北京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任之后 他就向他发出希望和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进行一个对话 但是遭到了奥斯汀的拒绝 奥斯汀就认为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他在中国体制中权力很小 他也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所以说奥斯汀就提出 他要和地位更高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席亮要进行对话 但是奥斯汀这个要求又遭到了北京的拒绝 这样一来中美双方国防部长级别的高级军方会晤 现在也没法进行 就是美国方面要求中国换人 但是北京方面不肯换 有了这个上次美国军方要求北京换人 所以说这次我们看美国方面要求北京换掉 中美贸易谈判中方牵托人刘鹤 也就不会让人特别意外 如果这次北京还是拒绝不肯换人的话 美国那就会拒绝不和北京重新展开这个中美贸易谈判了 所以在美国这样的压力的情况下 北京也就扶转了 他就同意要更换中美贸易谈判的中方牵托人刘鹤 这样一来就有了这次的新闻 就是本来是刘鹤应该出面和美国商务部长进行通话的 这次刘鹤没有出面 刘鹤没有出面 他也并不说表示北京要对美国外交降级了 而是表示北京终于接受了美国的要求 就是要更换中美贸易谈判的中方牵托人刘鹤 有人就回顾了自从2010年以来 这个中美的经济领域交往当中 过去都是中国副总理和美国的商务部长进行通话或者对接 从2010年到2015年 每年的中美商贸联委会都是由中国副总理和美国商务部长 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来共同主持的 在2017年7月是由当时担任副总理的汪洋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进行通话 2017年11月副总理汪洋就是跟陪同川普总统一起访华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又举行了会谈 在2018年5月副总理刘鹤也是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进行了通话 也就是过去北京这个几年当中 每次和美国商务部长打交道时候都是由北京的副总理出面 来和美国的商务部长进行电话沟通对接会晤 这是一个常态化的 那么这一次5月27号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通话 6月2号刘鹤又和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通话 但是到了6月10号 按道理说应该再是副总理刘鹤和美国商务部长通话 但是这次换人了北京改由商务部长王文涛和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通话 也就是说这次北京是终于接受了美国换人的要求 就是答应来更换中美贸易谈判的中方牵头人刘鹤 于是刘鹤也就不再和美国的商务部长进行通话 北京更换中美贸易谈判的牵头人刘鹤 当然对美国就是一个极大的让步 这也让北京自己是非常灰头土脸没面子 那为了挽回面子呢 北京就突然让全国人大通过一个所谓的反外国制裁法 好像表现他们对外国是非常强硬啊 来淡化他们自己的软弱退让 其实北京搞的这个反外国制裁法 根本就是一个装样子嘛 一个噱头就是表演给国内的自己人看的 对外国毫无意义 首先呢中国也不是一个法治国家 你搞什么立法和外国对抗 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其次呢这个反外国制裁法内容完全保密 这种完全保密的所谓法律呢 更是一个笑话 第三个是更重要 就是因为北京即使是有了这个反外国制裁法 他们也不敢用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对付美国对北京高官的政治制裁 比如说冻结这些高官在美国的财产 还有禁止他们入境美国 对于这种政治制裁呢 北京还是比较容易进行反制报复 北京也可以对美国的高官 或者是美国的国会议员这样的政治人物呢 冻结他们在中国的资产 禁止他们入境中国 但是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 北京就根本没有办法 或者说他们根本也不敢进行反制报复 比如说在6月3号 美国总统拜登就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 将59家中国企业列入黑名单 禁止美国企业和这些公司 进行投资或者交易 美国制裁59家中国企业 北京却不敢制裁美国的一家企业 来进行反制报复 这就是因为北京要制裁美国企业 就是意味着他们要把美国企业赶出中国 现在美国政府正在谋划要在经济上和中国脱钩 如果说北京要制裁美国企业 那就让等于是把美国企业要赶出中国嘛 正好是帮了美国政府实现这个在经济上和中国脱钩的这个愿望 所以说北京要是制裁美国企业反而是帮了美国政府的忙 美国政府就希望你制裁美国企业正好就把美国企业赶出中国和中国脱钩 所以呢对于美国的政治制裁呢 北京某种意义上还是可以反制报复 但是对于美国的经济制裁 北京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反制报复 如果北京硬要反过来对美国也进行经济制裁 只能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反而是帮了美国政府的忙 因此这次北京搞这个反外国制裁法 根本就是一个装样子 装的强硬一点表现给国内的自己人看 对外国真是毫无意义 因为北京即使是有了这个所谓的反外国制裁法 他们也不敢用 而且也是不能用的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